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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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后来又一起经历了一些事 就舒适了 那你可得好好感谢我啊 跟你有什么关系 要不是为了我去找梁翁 你怎么会遇到他 那你赶快上啊 别浪费了这么好的机会 你在这里还习惯吗 不再是其他的私逼 还能晒大阳光 好的不能再好了 我会想办法让武器放你离开 不必再为了我去跟那个女人妥协了 你用接任审视组长作为条件 换回了我的命 又帮她从梁翁那里得到寒英官 才把我从那个黑屋子换到了这局 你已经认知已见了 我早就认命了 现在我能听到万物声息 抬头就能看到满天星光 还有人给我做着甚好的云中仙 足矣 我原本也以为生活即是如此 无心无悲 无谈无怜 直到我遇见她 就像在黑暗的湖水中 出现一缕暖光 让人忍不住想靠近 看到她看着我的眼睛 我就知道 这个人对我来说是不一样的 听你这么说 我倒真想见见这位与众不同的女子 所以 所以 莫要请言放弃 我希望你也能遇到可以改变你的灵魂 只怕 我没有那个福气了 算了 今朝有酒今朝醉吧 无醉不归 是 听见 叫 小师叔 小阳小叶大叶大死了 我家师傅会骂的 你们在干什么 小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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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师叔 小师叔 我们 京哥 金哥 我是苏清涵呢 猫儿 师父 请认住 我没事吧 金哥 你终于认出来了 没事 我是苏师父 师父 我把这个苏清涵脱 别惹师父做 我是奉师父之命 给这冲手带着 打得好 把本苏的脖子都累坏了 你 你敢打我 我师父都没打过我 你师父来了 我照样打 你 谁要打我呀 哥 你回来了 是你抓了他 我说你是我兄长 可以帮他找到你 他就轻易信我了 他可真好骗啊 如此符合母亲要求的猎物 我可是好不容易才找到 以后离他远点 如果我再看到你靠近他 我就打断你的腿 你就这么带着猎物走了 怎么给母亲交代 来人 书站 你再来 沈默之五逆犯上鞭吃二食 愿同残酷不仁 仗师我 去 来 来 哥哥 你为了一只灵兽 生气了吗 我来 走 走 走 俊哥 你力气好大 不要怕 你腿好疼啊 对不起 对不起 有没有弄疼你 俊哥 我没事 不要动 我帮你拿下来 终于跟你说话了 有这个东西在 我都没有办法铁毛了 你怎么会被神魔智抓起来 以后离你个喝短远点 知道吗 才不 等我灵灵恢复能化型了 一定打的这个小秘密的家伙 卖冰找牙 糟糕 报到本性了 我是不是应该表现得更松有一点 那个 其实我也不是那么暴力的妙 她毕竟是你弟弟嘛 无妨 不用给我面子 不行了 每次当前 可不可以无法担定啊 冒儿 我不会让你有事的 木槿 你找我 听说你抢了百利惠的令 还打了芝儿 她抓的是猫妖一族先灵工的公主 拿她做猎物 会引起妖族的不满 你说她就是先灵工的公主 那个苏星函 是 百列会是各大门派的排位之阵 猎物既已定下 哪有轻易更改的道理 区区妖子 也能让你如此归气 您还是这样 除了沈氏 其他的人从未放在眼里 我也一直期望 你能把沈氏放在首位 你跟那个猫妖的事 我也略有二分 我劝你 趁早断了这念想 你的婚事是早就定好了的 明日听兰就到了 你给我多花点心思在她身上 听了才几岁 你们为了巩固沈天亮她的地位 就这么迫不及待了 沈墨青 不瞧不你这样顶撞母亲吗 是 儿子只是想好了 自己想要的事什么 还请母亲见谅 你以为你能救得了那只猫 她身上有定身咒 百列大会不结束 她若离开此处 就会受到反噬身吼 你们竟然给她下咒 所有猎物身上都有 你以为她凭什么可以例外 母亲 有我在 任何人都上不了她 你记得让一些被猎物而来的人 千好生死状 订阅 白